1.5G的封鎖 Hello 大家好 我是圈圈 想必大家已經看了非常多 iPhone 12的開箱影片了 那大家對iPhone 12還有什麼不了解的呢? 5G 夜拍 價格 這個就是這次iPhone 12的賣點 好啦講完啦 今天影片到這邊就結束囉 喂 怎麼可能 iPhone 12呢 樂騰騰的就在我面前 我們怎麼可能會放棄這次開箱的機會呢 不過今天圈圈啊 就不多講這個關於 iPhone 12手機的介紹 如果想看的朋友呢 可以到YouTube上面搜尋iPhone 12手機開箱 應該就會有很多相關的影片可以做參考 因為畢竟已經太多人做這個相關類似的iPhone 12開箱影片 那不介紹手機要做什麼呢 今天我們要跟別人不一樣 今天我們要來帶大家開箱這個 iPhone 12的包裝盒子 賈博士稱說 我們必須讓小事也令人難忘 賈博士在製造iPhone的時候 其實他連包裝這個地方他也有考慮到 他說啊 當客戶打開iPhone包裝盒的時候呢 包裝盒必須為用戶建立這個基礎的購買體驗 連包裝盒都要計較 你看這個人有這龜毛 我們現在呢就先來打開這個盒子吧 哇說到這個外包裝盒 這個不是特別的香喔 有一個奇怪的味道 來了 這個我們不需要 這個就是現在熱騰騰的iPhone 12 我們連塑膠套都還沒拆喔 哇一鏡到底 好這個我們不需要了 首先呢我們先來介紹這個盒子的大小 這隻呢是這個iPhone 12 Pro的盒子 如果是iPhone 12呢 它外觀只有會是白色的喔 然後這個盒子的長寬高啊 分別為 16.4 寬呢是 8.9 至於這個高呢 高是2.9 我們來看一下 從這個上蓋滑下 是不是也有這種 44度的後感 這個就是蘋果的一個招牌 這一次好像沒有那個 有有有有 是我們慢慢下來 大家可以仔細看 但是它滑下去的速度呢 就沒有以前iPhone盒子來的那麼順暢 大家可以看到以前盒子 其實相對性的是比較順暢一點 如果是以現在的這種滑動的速度啊 相對的比較沒有那麼滑 你看卡座 需要稍微壓一下 OK 那我們來打開看一下裡面 哇 這個就是 這一次的iPhone 12啦 哇 不過這一次呢 這個手機呢 已經不是我們全用的重點了 不過大家還是可以看一下 它這個邊框呢 做得非常的細緻喔 這個握桿呢 其實握起來還是挺不錯的喔 確認其實比較喜歡這種 嗯... iPhone 5以前的這種握桿 然後可以看到裡面呢 就是只附一條這個 USB-C的充電 而且它這次已經少了這個豆腐頭 所以說如果你要接這種USB-C的 你可能就是要多買這種 Type-C的 那如果沒有的朋友呢 也沒關係 你只要拿以前的這個去充 也是可以用的喔 各位可以看到這次的包裝 非常的簡潔喔 就是 嗯... 充電線跟這個 你的一些卡 跟卡套的這一些 那再來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重點喔 這個就是這一次這個 iPhone 12的盒子喔 那也因為這次少了這個 這個充電器及耳機啊 蘋果宣稱啊 能夠只每年減少碳排放量 超過這個200公頃 相當於一年減少了 45萬輛的汽車在上路 另外啊 蘋果更創立了一項基金會 在協助保育及富裕各地的 森林還有濕地及草原 更與這個保護國際基金會合作啊 富裕這個哥倫比亞沿海地區的 10,900公頃層 真的是財力雄厚 沒有啦是真的非常的愛護地球 那既然蘋果這次宣稱 它的紙盒呢 是這麼的環保 那這個紙材的品質 精耐久度到底如何呢 那全員也曾經聽說過 這個iPhone的盒子啊 它是用這種 B型的切割桌子 可以看到這個iPhone的盒子 它做的材面呢 做工非常的精細 那聽說這個盒子啊 它是可以承受這個 75公斤的重壓 而且它不會變形 從以前就有這樣的一個迷思 就是蘋果盒子真的有這麼厲害 可以承受這麼重的 75公斤相對的是一個成人 或許是一個成人加一個小孩 今天就來給它實測一下 到底這個iPhone 12 Pro的盒子呢 能不能承受75公斤的重壓 而且不變形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 Let's go 首先各位看到這個是 iPhone的外箱紙盒 已經有點凹狠了 可想而知呢 這應該承受不住我的重壓吧 哈哈 果然 比剛剛測試前 還要再更破爛一些哦 不過既然只是外包裝而已 我們就不跟它多做計較了哦 接下來 換我們今天的主角出場 踩它上去 比剛剛還要更穩固 更踏實 感受不到任何下陷的感覺 倒是像踩在一塊磚頭上 檢查後 只有發現邊邊也有稍微一點皺褶 不過整體的保存呢 依舊是相當不錯哦 沒錯 我們就是要看它被車子碾壓過 是不是能夠 風采依舊 為了呈現對比 我找了一個與iPhone 12包裝盒 差不多的盒子 也一起來做測試 緊張刺激的時刻到了 哇 很明顯這個盒子被輪胎碾壓後呢 是完全撐不住的哦 不知為何 心中已經開始為iPhone 12盒子擔心了 好 我們繼續換這個iPhone 12盒子登場 哇塞 連我的看傻眼 輪胎在碾下去時 完全和他牌盒子反應不同哦 iPhone 12盒子是有撐住的感覺 不過看得出來外觀還是受損 應該有35% 兩者比較之下呢 其實損壞度差異啊 是蠻明顯的哦 聽過盒子經過車子的碾壓後呢 只有些微的受損 看起來還是很堅挺哦 但插牌的盒子呢 就不是那麼幸運哦 聽過的盒子真的非常的強大哦 果然是盒子界的頂尖高手啊 難怪網路上有人光盒子 就可以喊價到好幾百塊錢哦 哇塞 各位有看到嗎 已經是上百公斤的重量 居然能夠不變形 確認覺得這一代的這個iPhone的盒子 唯一不同的就是它這個 蓋核性啊 絲絲滑落的那個感覺 變得比較沒有那麼多哦 看以前那個世代呢 滑落感 但是iPhone 12這個呢 居然感受的比較沒有那麼強烈 它好像更緊了一點 好像更堅固了一點 質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硬哦 OK 看完以上盒子的開箱呢 不知道大家對iPhone的盒子 有沒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如果你有購買iPhone 12的朋友們呢 也可以到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拿到iPhone 12盒子的第一個反應 到底覺得它是好 是壞是扁 是長 是很爽 之類 那我想今天影片到這邊就結束了 最後如果你們覺得這部影片不錯的話 可以到下方點個喜歡 那想持續關注我頻道 別忘記按下你的訂閱按鈕 我是圈圈 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